现在是鸟鸟 蒙恩 肉食动物 只能有一位或者一组留下来 你们现在就可以琢磨着 这次还挺难选的 但是后面还有俩人 两组都很难其实 还有王冕和颜颜月的对吧 我先过去 还有接下来这位的对不对 哇 装修了 装修的还挺好看的 又要读稿会了 我自己的稿子还没弄好呢 我得给大家好好改一改 压力有点大 邱瑞的很好 尤其是开完读稿会 给他改的更好 所以今天约了海员 来一起聊一聊我的稿子 看看得改的再好一点 丘米的现在很厉害 就是 这儿难 我们看了一些新的读书秘笈 这一本是屠龙刀 这一把是倚天剑 如果一个人同时拥有这两本手册 那还在臭修这个世界上就无敌了 哦 怎么比啊 虽然没有改什么 但是好像心态变得更好了 对 小秋加油 我的这一篇怎么进呢 我之前本来有一篇稿子 但是话题上跟诚哥这个喜剧领导一比就有点弱了 所以我想临时换一篇稿子 展现一下我自己可爱的一面吧 感觉你这铺垫太长了 这肯定不行的 还等铺垫呢 还可以 还等铺垫呢 可以 我觉得我本身是个挺可爱的人 但现在大家接受了我愤怒的一部分 如果他真的接受我是可爱的人的时候 在这个舞台上可能会走得很远吧 我本来以为秋瑞稳超胜券 但昨天看了诚哥突出奇兵 既有毛又有盾 谁也打不过呀 我还挺期待他们的追求 胜负真的不好受 越改越好 好像没有办法呀 最重要的还是 给大家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 觉得还是能够一打的 接下来这位呢 对不对 掌声有请 陈璐 大家好 我是陈璐 这个戏剧领导 is coming 今天再给大家简单的讲两句 小周刚刚的表现还是很棒的 早上送给小周 但是有点抢领导的风头 太炸了 算了 我还是简单的讲两句吧 我是一个山东人 我们大家对于当领导 有着天然的向往 小时候小伙伴们一起玩过家家 六个小孩 我们有三个爸爸 三个妈妈 没有人当儿子 当然三个爸爸 还有一个正爸爸 两个副爸爸 当时我就是一个副爸爸 我太渴望当正爸爸 我跟他说 我什么时候才能当上正爸爸 他说你不要着急 小朋友 以后我这个位置就是你的 我现在四岁 等我干到六十岁 我就退了 而且自从当上领导之后呢 我爸真的开始对我的 拓骨秀表演提建议了 他说你作为领导 你讲话节奏太快了 你说话一定要慢 要等 不管你讲了什么玩意儿 你只要等 一定能等来掌声 还是我的爸爸好 当领导以后呢 其实我身边的拓骨秀演员们 都特别地尊重我 对我很客气 尤其是很多新人 跟我说 诚哥怎么能在拓骨秀大会 取得好成绩 这时候老人就跳出来 帮我说话 说你们怎么说话呢 能不能问点诚哥会的 新人也很委屈 问啥诚哥会的也不多 这个我确实在节目里 上次说了 我在上海的公司当领导了 哇那个老家就传开了 但是越传越邪乎 传着传着成了 我在上海当领导了 亲戚们出去都是 哇我大侄子是上海的领导 提他好使 我爸妈也不跟亲戚们解释 你看他们不信谣不传谣 也不屁谣 而且这些亲戚们还问我爸 说你儿子这个喜剧领导 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干部 我爸说我也不知道 是什么职级 反正他的工作吧 就是每天给人到处讲话 而且听他讲话 还得给钱 然后亲戚们就说 他还收钱呢 那你儿子这领导估计当不了多久 听说我在上海当领导之后 老家真的有人托我办事了 就是我的亲戚跟我说 孩子考教大差两分 你认不认识教大的人 能不能给我办 我说教大的人我倒是认识 但庞博能不能办 我就不知道了 估计已经辍学了 我当上领导之后呢 我爸妈是心态变化最大的 他们天天在盼着 有人给我送礼 都半年了都没有人来 他们都着急了 说我爸说就没有人求你办事嘛 怎么连个送礼的都没有 为了让他们放心 我只好给自己买了礼物 求同事送给我 而且我去同事那里 我还得准备两份礼物 我跟同事说 这份是我送给你父母的 这份是你送给我父母的 因为我老是送礼 导致同事的父母都特别喜欢我 还问我 哎呀你在公司是个什么官呀 我说我是父母官啊 这个公司真的 我现在真的是领导 公司还给我配了一个司机 但我经常忘了 我有一个司机 就是有时候司机送我 去一个地方开会 我开完会 自己打车就回家了 留下司机在那里苦苦等待 等到半夜 司机给我打电话 说诚哥你在哪呢 我突然想起来 哦对啊 我有一个司机啊 这怎么办 我只好说等等我 我还有半小时开完会 我赶紧自己打车回去 这个自从公司 给我配了司机以后啊 我的打车费是成倍的增加 当然作为喜剧领导 其实我在公司 也不敢有脾气 因为大家知道 我管的这些人对吧 很可能一上完节目 一下就比我红了 你说我刚骂完人家 人家就拿大王了 我就很尴尬 是吧 大王都是领导不好 我也没想到 你也能有今天 所以每次拓游大会 刚录完 是我脾气最大的时候 因为距离下一个大王 还有一年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的脾气就越来越小 然后拓游大会录制期间 我的脾气就变得 无比的随和 我甚至都忍不住 恭维起来 而且他们都很纳闷 说哎呀领导 你怎么老是拍 我们的马屁呢 然后有人说 没有啊 他们又拍过我的马屁啊 废话你都淘汰了 谁要拍你的马屁 最后呢 今天是跟邱瑞比嘛 小邱啊 这个 我今天也没有啥压力 对吧 赢了就是领导好 输了就是领导领导的好 当然了 我还是希望小邱 好好的发挥 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恰到好处的输给我 因为我再也不想 拍他的马屁了 好 谢谢大家 我是程鲁 谢谢 谢谢程鲁 三 二 一 请锁票 还是很好 程鲁还是很松弛啊 整个这一季都很松弛 对 我觉得 既然都会过去 那 他就跟人生一样嘛 人生总会过去的 这个 没有 现在确实 我觉得 跟他们没有啥可比的 我觉得 我觉得程老师这位 就特别放松 他这一季都特别放松 对 特别好 以前 有什么目的吧 才会迷路 现在感觉是 散散步聊着天就 就已经 说得很棒 对 溜达式的特别 溜达式特别 我靠谱 感觉程老师 没少观察自己的领导 身边全是领导 因为我们公司 我原来就是 他们几个合伙人 以下的一个 没有名分的人 没有名分 所以天天在观察他们 后来终于 有了一个领导的身份 就很自然 很自然 我们挺像的 中年迎来了 事业的小高潮 也没遇到什么 中年危机 都是中年契机 也 不能这么说吧 我现在其实生活 生活还挺苦的 吃够了感情的苦 很苦很苦 谢谢诚哥 谢谢 进入等待区 获得了20票的 领校园拍灯 接下来又是 大老师预测了 9个冠军 接下来又是一个 9分之1的冠军 也是成故口中的小秋 对 掌声欢迎秋瑞 你们好 我叫秋瑞 可以看得出来 不是属于长得 特别好看的那一类的 是吧 好看 好看 你们情商真高 但我真是上大学的时候 才意识到 自己是属于 长得丑的那一类 就长得丑 这个事 你是很难有 自我认知的 就只有你长得好看 才有人当面夸 但是如果你长得丑 都没有人提醒你一下 你就只能靠自己悟 我之前一直觉得 都比胡歌长得还帅 就直到有一天 我同学指着我 跟一个比志胜 还丑的哥们说 哎 你俩长挺像啊 我才发现这个事不对啊 但是更不对的是 那哥们听完比我还生气 我上高中的时候 对自己长相还挺有自信的 特别喜欢自拍 我在QQ空间里 甚至有一个自拍相册 叫小姐请自重 里边每一张照片都展现了 一个十七色的少年 对时尚两个字的误解 我当时觉得 沙马特是这个世界上 最帅的东西了 我一米七的个儿 烫个一米九的头 这个发型拍合照的时候 就特别尴尬 以我的身高拍比尔照 只能站在第一排 但是我的头发 就把后边人挡上了嘛 吴老师让我站在最后一排 最后这张照片上 就指我这坨头发 飘在前排校长的头上 我那个时候真的太爱沙马特了 我把自己QQ名称都改成了 叫障碍胡歌 高中时候 大家都特别喜欢装忧郁 是吧 我为了装忧郁 真的牺牲太多了 我甚至还买了一本叫柴 叫小时代嘛 上课的时候看 被我们老师发现了 东北老师教育的方式 就讲究一个赶尽杀绝啊 抓到我上课的时候 看小时代 就去图书馆给我借了一套 郭敬明全集 让我抄一遍 这是我见过最南辕北辙的教育方式了 我要是抄完一整本小时代 整个时代还能有比我更会忧郁的人吗 马上就要考试了 别的同学都在复习 没有力的作用就没有加速度 我在那边默契 没有物质的爱情就是一盘散沙了 我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现在讲出来还是一样的丢人呢 我原以为自己做过的蠢事 早晚都会忘掉 在现在科技真的进步了 被你忘掉的事 Q空间都记得 而我的愚蠢都以火星文的形式流传下来了 早晚有一天被我女儿发现 我真没办法想象 如果她翻出我这个造型的大头贴之后 我还怎么样做一个雅丽的父亲 我肯定没办法教育她了 我要是教育她好好学习 别早恋了 她能马上给我甩出来一张 心里有作坟 仗者未亡人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三 二 一 请锁跳 这就是讲短了吗 是有一种戛然而止的感觉是吧 我 是 我本来有个开头 但我觉得不太好 我就给临时删掉了 就是结束的有点突然 是 这一段也没写得特别完整 但是是我 我觉得我特别想说的 我就是感觉我有的时候 有可能不能为我之前说过的话覆辙了 我就看我那K2空间 我就电闪雷鸣的 你那照片能在节目当天公布一下吗 那个 那个太丢人了 但是我们都或多或少 就沙马特小的时候 对 而且特别 我看见有的哥哥以前染头发 我老问人家 说您这个染头发是瓢完了头皮成 还是我爸看见打我疼 我看你们三位在最后时刻都拍个灯啊 邱瑞感觉就是特别的明日之子 你知道那种感觉 就是感觉他特别厉害 但是怎么今儿没找着嗨点 就是那种 恰恰我是认为他 他这次说的跟上次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我才对他觉得 我再想看一下 我就最后一刻拍了他 这次是我特别想讲的之后 就有点可惜 就是越在乎吧 他就越有用力出事 那个劲头子 对 我太在乎他了 我太在乎这个动作 我是觉得他很稳的 就是因为我第一次看嘛 我比较公平 反正我挺喜欢这种稳稳的节奏的 对 是不是有领导的压力的 后边看着感觉不能表现 我觉得他刚才完全在领导的预测之中 他正好在您的这个 所以小秋还是很懂事 懂事 有前途 赢了比赛 输了人生又如何 是吧 有前途 可以可以 但是我感觉这里最懂事的是 弹总 你看他没拍 对 因为他跟 他跟蒙恩都给我一样的感觉 就我觉得他们 这可能是我的问题 我可能有一个比较高的心理预期 那邱瑞还是不错的 还挺厉害的 来 我们请 诚哥来到舞台中央 来看一下 那城户邱瑞 现在是20对15 两人最终的 我们恭喜长沫 一百五十六票进入带电区 我们恭喜长沫一百五十六票 他每次来就感觉刚被按完摩一百小时 按完摩加过钟 就感觉我浑震着放松 我脑都舒服 就天地都宽了 就是这么一人 我觉得诚哥就是状态好 如果说周期末是技术的巅峰 那城户就是气质的巅峰 就是一股气质 就是我就是溜的 就无所谓 大家就喜欢 徐志胜长得太像 谢领导 谢领导的门口 门口的门口的师傅了 他长得太像 那小秋啊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吧 但是其实真的好像很可惜 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发挥出来 他一直那种特别冷 因为他特别狠 在于他在一个特别小的点 我对自己没办法狠起来 我是喜欢我高中那个形象 因为他之前最迷人的点 就是在一个小点上 他一点点抠这个点 给抠的 那个窟窿 抠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就特别精彩 他今天没在那个点上较劲 就感觉没有那个刺激感 但我想给大家展示我的过去 我觉得我都走到这儿了 我要一点点带 带入大家进到我的宇宙里了 早晚有这么一天 早晚有这个一步 但我特别理解 邱瑞的那个 说的那个情绪 其实很多这边这边的 尤其比过脱口秀大会的朋友 应该都给你一个情绪 到个某一天 就想说一说 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就一个位了 那待会怎么办 没有 还有什么待会 还剩一组 没有 还有一对双胸胎呢 这样吧 我来做这个坏人 当然了 我们现在最方便的方式 就是再把它救回来 对不对 但是呢 根据刚刚现场的投票情况 我觉得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我这个话可能比较残酷 邱瑞即将离开这个舞台 有什么想说的 请跟大家讲一下 我很喜欢今天这段表演 好 OK了 就这样 其实群照片 还没什么 对不对 就是这样 对不对 我会没什么 我会没什么 男人 女人